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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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跳舞环节的失误当场哭了起来 后来成为了同样有名的日本女星上白石梦音也参加了这次海选 当时还安慰了哭泣的冰边美波 这个时期的冰边美波已经很漂亮了 笑起来的感觉非常阳光灿烂 对了 那一期的东宝灰姑娘视镜海选中 不仅走出了冰边美波和上白石梦音 还有后者的妹妹上白石梦歌 因为在海选中发现了自己在跳舞方面的问题 冰边美波后来苦练了一段时间的舞蹈 据她当时的经理人回忆说 她在舞蹈方面练习的时间比其他学员多出了好几倍 如此看来 能够成为现在的知名演员 与她的辛苦付出不是没有关系的 海选之后 冰边美波迎来了自己的电影处女秀 在《马语情书》中本色出演 这是一部由刚刚通过海选的学员们主演的电影 《上白石梦音》 《蒙哥姐妹》也参加了这部电影的拍摄 此时的冰边美波虽然只有十岁 但是认真起来的表情很有点小大人的样子 这个时期 外星开的冰边美波开始拍摄一些食品类的广告 2012年7月 冰边美波在电视剧《浪花少年侦探团》中出演 她饰演了招舱奈奈大获好评 2012年2月11日 她在电影《叛逆裁判》中出演 这次她饰演了一个与她本人的阳光美少女气质 完全不同的角色 连导演都惊叹这位刚刚通过海选的小姑娘 实在是有着不一样的表演天赋 2013年 冰边美波在古装电视剧《女性长》中饰演 芝田县长的妹妹幼年时 而《成年时段》的演员则由常泽雅美出演 这是冰边美波小学时段的最后一部作品 因为在这部作品中的出色表演 冰边美波登上了金泽情报杂志的封面 这个时期的冰边美波 开始在各个领域展现她的魅力 2013年2月创刊的杂志 是面对小学生的一本读物 冰边美波作为流行人物登上了创刊号 2014年 冰边美波在三部春马主演的电视剧《我存在的时间》中出演 在剧中三部春马实演的是主人公泽田拓人 是一位家庭教师 冰边美波实演的是她的学生 当时冰边美波刚刚升入初中 但是她实演的小学生毫无违和感 2015年 她在NHK的连载小说 《小西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中出演 虽然只有三分钟的戏份 但是她认真而出色的表演 还是获得了很多的赞赏 2015年4月1日 冰边美波出演的电影《愚人企业》公开上映 这是当时的剧照 2015年9月21日播出的电视剧 《我们仍未知道那天所看见的花》的名字中 冰边美波实演了一位性格孤僻的小学生 本是阳光开朗性格的她 将角色的那种业欲诠释的淋漓尽致 2015年5月25日 冰边美波发行了自己的第一本写真集 如今的冰边美波不仅在电影电视剧中作品多产 在广告和综艺节目中也是常客 22岁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事业才刚刚开始 而冰边美波的事业却已经是如日中天 只不过这次好像有点波折 毕竟被爆出了原交 而且报道中 冰边美波与王思聪发生关系的时间节点 当时他还是一个未成年人 而之所以该事业家会被猜测是王思聪 原因有三点 根据时间线 这些事情发生在17年左右 当时王思聪正在新加坡读书 而第二年王思聪和昨夜厨子约会被拍 最后一点则是王思聪精通日语 早年间王思聪还曾做过日翻英的字幕组 除此之外 还有网友爆料 佐藤楚所开的一家高端酒吧背后的老板 就是王思聪 而在内地年间 王思聪经常现实日本 和好友相伴逛环球影城 与美女同行滑雪 吃饭等画面也经常被拍到 不仅如此 2019年王思聪和李一峰 同游日本的世界也再度被提起 不仅如此 日媒还爆出了王思聪曾花300万日元当作中介费 还涉及到了另一位日本主持人佐藤楚 据悉 佐藤楚向原艺人A借成了宾边美波 然后这位原艺人A就把宾边美波 介绍给了一名男性实业家 而这位原艺人A和男性实业家早前就认识 两人关系很不错 当时男性实业家就说自己 很想见见宾边美波和川口春奈 然后原艺人A表示自己 与这两位女星都有联系 于是男性实业家表示 只要介绍宾边美波和川口春奈 就给300万日元的中介费 接着原艺人A成功将这两位女星 介绍给了实业家 让他们实际见了面 而这位男性实业家 与两位女星分别在东京的餐厅 约会吃饭 还以打车费的名义 分别给了他们100万人员 爆料表称 随后两位女星 也都与这名男性实业家 发生了关系 宾边美波一开始 还拒绝接收这个钱 但该男性让他收相 最终宾边美波还是收了 据悉 当时的宾边美波正在拍摄 《想吃你的遗脏》 这部电影是在2017年上映的 那一会儿他才17岁 是个未成年 随后爆料还称 宾边美波与这位男性实业家 多次约会 还一起去了新加坡旅行 以前连出租车费都拒绝了他 几年后 又收了机票钱和酒店钱 继续男性实业家发生了关系 并且两人还进行过第三次约会 在日媒的新闻爆料中 也放出了男性实业家的照片 众网友一看才发现 这位神秘的实业家 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 王校长王思聪 不仅如此 那位女主持人佐藤楚 也被爆出与王思聪油染 爆料还称 佐藤楚经营的 日本南京山的一间美容院 幕后老板正是他的中国男友 疑似就是王思聪 还称这间美容院 有可能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私下有着别的什么交易 八卦爆出后 王思聪在日本娱乐圈 一下子大火 在网上也引起 诸多网友的关注与争议 有网友说 果然是 有钱能是 鬼退没 也有一些网友对此爆料 表示不相信 毕竟 避免美国已经是当红一线 怎么可能会跑去原交 而且王思聪一向出手阔绰 一百万日元 换成人民币 也就五万左右 感觉这个说法不太靠谱 而在日本法律中 与未成年女性发生关系 属于违法行为 如果王思聪真的有这样的行为 想必该事件也会有后续 不管如何 这个八卦爆出来令人诧异 不知道当时是否会出来回应 期待有后续吧 好了 今天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咖咖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